大家好,欢迎收看发现美味时刻,我是羊羊 可能了解印度文化的小伙伴会知道 牛在印度国内的地位是无出其右的 因为信仰的原因,大多数印度人认为牛是神的作己 善待他们才会得到庇佑 但实际上非常矛盾的一件事 印度大部分人不吃牛肉 印度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出口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? 牛在印度真的可以用横行霸道来形容了 即使是有权有势的人出行 遇到牛躺在路中间,也只能绕道而行 并且据不完全统计 印度牛的数量已经超过三亿了 但是支撑起这些牛的吃和拉萨 整个社会就非常吃力了 但实际上,在2013年开始 印度却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的牛肉出口国 甚至是远超第二名的巴西 每年大量对外出口牛肉 是不是很神奇呢? 因为在印度境内只有不到5%的人是会吃牛肉的 牛的地位也分了好多个等级 就像印度本土原生的牛牛会被称为圣牛 谁都不能打他们的主意 但是其他品种的牛的待遇就没有那么好了 水牛在牛中阶层最低 甚至被某些信仰者认为水牛不是神的作己 因此就有不少商人看到了这一商机 大量收购水牛和养殖水牛 甚至直接在街上抓了 就送去屠宰场 并且以极低的价格对外出口 据统计,印度水牛的数量 占据了全世界水牛数量的一半以上 大家都知道 我们平时吃到的牛肉 基本上是黄牛肉或者其他品种的肉牛 水牛的肉比较糙 因此大多是用来劳作的 这也是为什么 印度的牛肉价格会比很多地方低一大姐 但实际上为什么以前我们很少听说 印度与牛肉相关的新闻呢 因为我国对于印度的牛肉进口 有着严格的管控 所以能够进中国市场的印度牛肉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 好了,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继续发现美味时刻